今天謝謝各位媒體的朋友的來參與 我們今天其實是針對COP26之後 前兩天剛結束 我們台大風險中心針對這個議題 我們也邀請了幾位相當關心這個議題的 國內的老師跟社會行動者來一起參與 我們針對這個議題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昨天拜登跟習近平有對話 那無論對於台灣的產業而言 或是台灣的氣候議題而言 其實都跟地點戰略非常有關係 那我們一直覺得是說 台灣過去20年來在氣候跟能源轉型的遲滯 尤其氣候議題的遲滯 現在COP21到現在COP26 慢慢在緊縮這一方面的國際的公約 或國際的治理 所以這個對台灣壓力非常大 簡單來講就是台灣過去辭職了一二十年 在氣候治理的進行的運作 現在面對國際的情勢 因為它已經不是氣候的議題 也不是環境的議題 它已經是一個親戚的議題 也是甚至未來是這個定員的議題 所以如果從實質到加速 那這個壓力對台灣真的是非常大 那加速我們可能也不能沒有辦法全面加速 我們必須要提出一些策略來加速 我想所以今天召開這個計程會 我想也是我們對國內的這個相關的單位 政府單位還有企業朋友 我們想做一個說明 好 我簡單介紹 我們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了幾位貴賓 我們第一位就請到了中央環境變遷中心的這個 這個薛煌熊老師 我想大家都認識他 那第二位我們請到中央經濟所的蕭待機老師 蕭老師也是常發言 第三位我們請到深翰委員 大家應該都了解 深翰對這個議題非常忠實 第四位我們請到今年氣候聯盟的韓委 韓委理事長 那我們在這個議題上 我們待會就會請幾位老師來發言 然後我們中央同時昨天寄給各位的 前天寄給各位的這個採訪公司 我們同時有我們中央的聲明稿 那待會都可以請大家來參與 那我們第一位就先請那個徐老師來做發言 那我們請每一位發言者有6分鐘 那我們就議題發言之後 我們再開放給記得朋友來發問 謝謝 好 知道嗎 沒有 很高興了 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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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覺得說真的要世界各國提出1.5 可以達到1.5度C的減碳承諾 這一次其實是看不到這樣的跡象 那確實也是 但至少讓1.5度C的這樣目標還維持在那裡 然後明年開始在埃及 所以希望每個國家提出更具體的減碳的這個措施跟實施 這針對是 那現在問題再來說 其實 其實 因為氣候面積化第七期的報告 大家都知道 其實2050近年排放的前提還有一個 2030年你減碳要達到環溪值到50之間 所以這次非常的明確指出來 2030年你要減碳百分之四十五 我想這是第一次一個 國際上認可這樣一個科學研究成果 那其實 今年雖然說沒有 這個各國提出的減碳的這個成果 沒有這個落實到 那我想 國內我們台灣也不能因此有所鬆懈 因為比如說 我們馬上要提出來 我們未來 比如說2030年減碳百分之四十五 這個目標 我們的具體做百分之十成怎麼樣 那過去其實我們大概就是說 我們的起步太晚了 然後做得太慢 做得太少 所以當面臨這麼大壓力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加深加速加廣 來完成這些所有事情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相對於其他國家 我們所有的時間 更加的少 那除了減排之外 我們還要想一個位置 大家很少 大家都可能多少個忽略掉 這一次其實 有一些國外研究 顯示 其實目前的沈默的話 到四季末 溫度會上升2.4度C 甚至在開會之前 這個Nature這個期刊 針對IPCC的200多個作者做一個調查 結果大部分人認為到四季末 溫度會上升3度C 他0.4度C呢 他覺得都做不到 可以看到科學家對整個全世界 因為這個減排的這個 這個減排的這個 這個措施的這個進程 是非常的 比較悲觀的 所以因此呢 我們必須要想到 台灣如果面臨未來升溫是 2.4度C 2.7度C 甚至3度C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調適 究竟對我們衝擊是甚麼 這個也就是 過去我們這段時間 大家有點偏向於討論減排 然後把這個調適這部分 給忽略掉了 那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大家已經這個 討論很久了 就是我就覺得 應該參考我們這個災害防救法 跟傳染病防治法 這個精神呢 要儘速的 讓我們的氣候變遷法案透過 或是氣候變遷法 或氣候變遷法 或氣候變遷法 那這個裡面除了 民進2050的這個 進行目標之外呢 還必須要 把2030年的精神 具體放進去 然後 規劃出一個 具體可行的 減排的這個 路徑跟史程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周老師跟我 一直倡議說 我們應該像那個 英國的這個 他們設置的氣候變遷法 之後 成立這個氣候變遷委員會 非常重要 這個委員會 提供政府呢 獨立的專家審議意見 那我想過去我們 國內比較不習慣 有這樣的獨立專家審議 的這個團體 因為可能如果是 跟這個政府的意見 有點 有點不符合的話 可能有點來處理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一個知識的問題 另外我們必須要 將完整的 氣候變遷的 衝擊跟調適 專章 一定要入法 現在就是 溫管法裡面是 在這方面 陳述很少 那要把它入法 那這裡面呢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是過去我們對 氣候變遷 對台灣的整體的衝擊 我們並沒有個完整的評估 了解上是有限的 當你沒有一個完整的了解的時候 我們如何能夠 會不了解我們脆弱度在哪裡 我們發現脆弱度在哪裡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提出一個 合適的 調適的這個措施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所謂這個 專責的這種研究的體系 比如講說 研究單位 可能現在也太狹窄 因為問題非常的廣泛 不是一個單位可以執行 那我們必須要讓這個 設置一個完整的氣候變遷專責 研究這樣的體系 提供政府最佳的資訊 當成一個 就是讓政府 不管是在減碳 減碳或調適部分 都會有比較好的依據 去做有一個科學基礎的政治判斷 謝謝 謝謝徐老師 那我們下一位就請蕭黛基大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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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師的邀請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那麼像這個Glasgow會議 它的結果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它也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這個Glasgow Climate Act 這個文件 大家 所有的國家共識的 同意的 那另外有一些 其他 部分的國家的一些 協商的 這個協議 兩個部分 那整體來講 成就不少 那麼就幫助我們 全世界 朝這個1.5度7 這個目標 就邁進了一點 那在整個這個 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在Glasgow Climate Act 這個文件裡面 雖然他們沒有把這個 2050近年排放這個目標 入榜 沒有寫在那裡面 可是呢 他寫說 我們要做到這個 2030要減少45% 然後2050近年排放 他寫在那裡面 他不是作為目標 只是說 我們知道 有這樣子的文件 雖然這一點是 在以前的文件 還是沒有 雖然這一點是很重要 那麼我們 臺灣當然 這個 還有一個 他們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們通過了 這個市場和非市場的 國際合作機制 這個文件 他們通過了 雖然還不是非常的完善 那它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市場 一部分是非市場 市場的這一塊 它是 就是 已經確定 要開始做一個 國際的碳交易的市場 這裡面 就把以前的金睿運輸 那個時代的這個 CDM 那些做法 再把它延長過來以外 那另外又成立 要做一個國際的碳交易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進展 當然在非市場的這一個部分 哪怕還沒有確定 可是有一個程序 決定 決定的一個程序 那明年會繼續討論 很多國家在 對非市場的這個 這個做法的提案很多 很多 那麼它會挑 其中其一個主要的 來繼續的再談下去 那其中一個 就是國際的碳稅 國際的碳稅 有些國家的提案要說 國際碳稅 這可能會是明年 我在這個年度裡面 讓大家繼續 各國繼續討論 這一點 所以我想 我就 這兩個部分 就是 比較關心 所以特別提出來 那 講到台灣的話 我想 台灣要做的事情 非常的多 那麼 剛才徐老師 也講了很多 很多 那麼 那麼 重點就是 台灣不是 國的會員國 所以 它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參加這方面的 在裡面的參加這個 這個條約的 這個協商和討論 所以使得 我們政府 還有全國的工商界 還有人民 都減少了 在這個過程之中 所承受的 國際壓力 沒有這個國際壓力 就是造成 我們過去 這個 二十六年以來 或二十七年 這麼三十年以來 一個比較 所謂的 所謂的 實質 或是延遲的 這種的做法 都是說 這個 可能我們不會被追殺 所以就無所謂 這種的態度 包括了 政府和 廠商 無人者 都是這個樣子 我想這個是 很清楚的 那麼 我想我們 要做的事情 很多 那麼 我就 其中 幾點 就是 在 基本上 我認為說 應該要做到一個 要有一個 積極的 一個積極的 2050的 紀念台湖的 一個入境 要出來 那當然這個是 現在政府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正在做的事情 預期是 今年度 今天會完成吧 那我們 拭目以待 如果這個 有這個 出來 然後呢 成為一個 一個國家的重要政策 這個強烈去推動 我想 對於各部門 各個產業 都會造成 很大的這個影響 就可以 並且減少過去 這方面的 一種 延長不前的 情況 那麼 其他的話 就是 這個 這個 紀念台湖的路徑 不是只有說 這個 這個時間表上面的 排放量 或是 要多少 還有 包括了 政策的路徑 還有政策的路徑 政策的路徑 也必須要出來 那 就是說 要怎麼樣的用各種不同的政策 或是策略 達到 這個目標 那我這裡就提出幾點 我認為比較重要的這個 政策 第一個就是 當然是要 要 要這個 要減碳 要減碳 那要減碳 減少排放量 就是減少排放量 那這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當然是用碳定價制度 那碳定價制度上面 我的建議是 先用碳稅 或者是加上能源稅 加上碳費 這三個 然後呢 開始來做 然後 大概過了十年 或者是之後呢 然後再加上碳交易支付 這樣的兩個 並行 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好 那麼 除了碳 除了減碳 減少排放量之外 還有另外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 除碳 就是 就是 從大氣中 把現在有的這個 溫氏氣氧 把它吸收 和儲存 和這個下來 好 這個因為 單純靠 靠這個 這個減碳是不夠的 所以碳預算馬上就用光了 所以要用除碳 那除碳的話呢 那也要付費 政府用碳稅的收入 的一部分 來去購買 這個除碳的服務 那主要的可能就是 優先要利用台灣的森林 海洋 濕地 這些自然的資源 可以去除碳的盡量來做 那不夠的部分 再採用這個技術的 特別的方法來做 然後 國際上的話 我們如果 我一直覺得 這個歐盟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標竿 一個榜樣 那我們應該要學習它 那最好 如果說我們如果 看市場可以 像瑞士一樣 跟歐盟的看市場 來連結在一起 變成 那這樣的話就會 使得我們 有更好的 這個國際的 這個 學習的 這個機會 或者是說 我們也可以倡議 在東洋 組成一個碳的 一個市場 東洋 我們不必 我們不可能去參加 可能聯合國 建立了這個 國際的這個市場 可是我們可以 參加 這個 我們自己去做的事 好 這是我極限的建議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夏老師 我想在兩位 參與Glasgow的這個 參與者發言前 我還幫大家做一下證明 現在其實 Glasgow普遍要求是說 世界各國在2030年的時候 要減排45% 那大家記得我們 在2015年9月 我們對國際上 我們提出的國家自主貢獻 我們實際上我們2030 我們要減排20% 以2015為基礎 所以20%到區隔到45% 我想這是一個 非常艱巨的一個任務 好 那在這個架構底下 現在有兩個大的方向 一個是行政院的這個 靜零碳排的四個工作圈 或五個工作圈 現在正在區隔這個 整個靜零碳排的路徑 我想現在宣誓說 大概年底最晚 明年初會出來 那這個出來 要怎麼跟各界過通 我想這才是一件事情 那這是200 那2030年總是要有一個清晰的路徑 對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那配套這一個 當然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 氣候變遷因應法的修法 那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 剛剛其實兩位老師都有提到相關的 我們待會兒有機會再來討論 那我們也認為 整個面臨從20多年來的遲滯 到現在要加速轉型 你要提出策略性的這個戰略性的目標 可能也不能只有修訂氣候變遷因應法 包含這個兩位老師都有提到的 相關的碳碳碳的部分 或是過去的能源缺乏的部分 或其他相關的氣候法的部分 都可能還要再重新來檢查 我想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然後我們下一位就請到 洪生漢偉 那他剛上禮拜六場 剛從 剛飛回來 那我想他 他們兩位都會有一手的觀賞 來 請請 謝謝 好 想謝謝那個周老師 然後還有公演中心的邀請 那因為確實我們 其實剛從Gasco飛回來 那其實現在還在集中檢疫所裡面 就是還在檢疫的期間 所以今天用現場的方式參與 那當然剛才談到 這一組洪生的一個路過 我覺得如果 用一個最概括性的 描述的話 或觀察的話 大概就是 確實大家現在還是在一個希望 在升溫1.5度C的這個框架下 那盡力的去達成 那在這次的這個談判裡面 坦白說有進展 但也有離開 所以就像剛剛其實前面兩位老師講到 在最後一刻 這個其實都已經進入到 一個談判的延長賽 在最後一刻 其實這個 產出了這個 Glasgow Climate Act 就是有些人翻 叫做Glasgow的氣候協議 有些人翻Glasgow氣候盟約 那這份的文件出來 其實也是這一次 這個 Coversteel其實非常重要的進展 那如果我們仔細來看 這一份這個 協議或盟約 看到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裡面 有幾件事情是跟台灣有關係的 第一個是我們看到 這一次對於這個 化十彈補貼 有無效率化十彈補貼要求 逐步的移除 其實它的訊號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也是一個很強烈的要求 那其實 提出化十彈補貼這件事情 它並不只是一個環境上面的倡議 我們其實看到 就像現在這個 AIRPAC G7 G20 其實這些 大的這些 天貿協議的聯盟或組織裡面 都不斷的要求各國 要開始 擬定移除化十彈補貼的計畫 甚至我們現在看到 接下來肯定會 越來越多的 這個多邊或雙邊的貿易協議 會互相要求 要移除化十彈補貼 所以台灣現在正在進入一個 這個跟國際社會 更大程度的對接 更大程度的相接 的這個部分 那我就像我們現在 當然希望能夠申請 CVTPP 或者是更多其他的 區域性的這個合作計畫 那我自己認為 關於這些 氣候協議上面的治理的對接 恐怕也是接下來 會非常非常關鍵的 所以它不只是影響到環境而 也影響到台灣接下來的國際社會 跟台灣社會在台灣在國際分工裡面 是不是能夠辦理更積極的 角色跟位置 這是以這個化十彈補貼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立場 那我們其實就像剛剛 這個蝦老師曾經有講到 其實這一次最後 有一個重要的成果 是談了很多屆的這個 巴黎協定的規則書 那這一次終於講出 尤其裡面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Article 6 就是一般來講的 第六條 也就是關於國際的碳市場的部分 那其實確實台灣很多的產業 因為我們外貿導向的產業環境 所以我們自己有很多的企業 尤其是這個出口的企業 其實都很關心這個 國際的碳交易市場 甚至是台灣是不是有可以 這個相接上其他可能比較進步的 國際碳交易市場的這樣子的可能性 那這對於台灣的減碳 或者是台灣的這個經貿環境來說 我覺得也是一個重要發展 所以這次是在有 Amito 6的這個 這個產出以後 規則手冊產出以後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幾個相關的部會 包括環保育 包括我們經界的部會 是應該好好來研究 我們跟其他國家和碳市場 來相接的可能性跟機會 那可能不一定能夠以處可擊 可是看起來 這是一件蠻重要的議題 可以來執政的來研究 那當然也蠻多大家在提醒 怎麼樣不要讓 跟這個國際的碳交易市場 變成一種漂綠的投機 或者是出現很多的這種 大夫康廷的這種狀況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必須要來注意的 包括他的透明度的這些問題 那這一次其實在英國看到的狀況 是確實英國展現了蠻大的這個 企圖性 尤其是他在國際的這個 氣候金融 電動車 公正轉型方面 這幾年英國都累積了蠻多的成果 所以我們其實也看到 英國在這個 這幾個方面上面 提出了很有企圖性的一種 宣誓跟展現 那也希望其他國家跟進 那坦白說 這些方面也是台灣目前 要來達成一個更大程度的 這個氣候目標 我們其實相對比較大的弱項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的運氣電動化的騎乘 我們的交通部 跟支援部 還並沒有訂出一個明確的騎乘 這是我們現在在這個 2050的經營排放的附近上面 目前還有一個缺憾 所以我這邊要說的事情是 他在指示 以英國的這個狀況 這一次的主辦國 他們其實展現的系統 其實是台灣可以參考的 再來就是剛剛 其實不管是蕭老師 或者是蕭老師都會談到 2030的部分 確實我們在今年的4月跟8月 我們分別的宣示了 這個2050經營排放的目標跟住房 這實行是我們目前的階段性的成就 沒有過 我覺得這事情是大家可以給你掌聲的 但是你也必須看到 目前國際社會更多的 其實是非常關注在於 2030的目標能否提升 甚至在這一次的這個片平面 就要求明年就要再做一次的檢視 所以這問題也會回到我們的 這些相關部分裡面 我們明年關於我們的這個 檢探的目標跟相關檢探的計畫 是不是也要再提出一次的檢討 或者是翻新 那來跟國際社會的這個要求來對接 那最後我想要說 總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這次也參與了蠻多 這個一些雙邊 尤其跟其他國會議員的組別 我們發現其他國家都非常非常關注台灣的能源轉型 尤其是離岸工電的發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氣候目標 或者是氣候治理 不是限制台灣社會各種各式各樣的發展 並不是 它其實也是我們 跟國際社會相牽很好的機會 比方說在 我剛才說到離岸工電 限制未來的海洋能 甚至地熱 其實我們看到有很多國家 它帶有先進的技術 它其實對於台灣接下來發展這些重要的再生能源的資源 其實都有很多的興趣跟好奇 那我們怎麼讓這些先進的技術跟台灣的潛力 直接可以對接 甚至發展出我們次數來發展再生能源的這些技術產業跟能力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好好來思考的 把握這個機會 那最後我要說的是 就像剛才前面指揮說的 法制化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接下來的氣候變遷的英雲法 或我們自己提出來的行動法 能夠更加完善 能夠創造氣候治理完整的法制的框架 跟法制的授權跟政策的工具 因為不是把目標放進去法裏面 它就會自動達成 而是你要有足夠的授權 部會的權責 也包括是政策工具 才能夠一步一步真的做到目標 而不會落對 我覺得這是我們參與國際社會 除了我們的經貿談判以外 氣候談判 或者是氣候制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做得好不好 其實我們能夠在國際社會上面 做出更大的貢獻跟責任 這對我們不管是國家安全 或者是環境 或者是經濟領域 都是一個更大的保障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深翰委員 這個第一手的前線的觀察 我們知道那個Glasgow 基本上就是工業革命重要的發源地 Terrymine測試特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從2010年的Price Agreement 到現在的Glasgow Climate Act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全球在轉型的意義 那當然我們不是工業革命的第一款的 這個創始者 但是我們現在是全球分工業 非常重要的一個分工業安全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生產國家 所以這個氣候的議題其實也會影響 我們在全球分工業的競爭地位 那當然它牽涉的當然不是只有經濟競爭 包括一個社會轉型的競爭 現在談的ESG 一個社會體質的轉型 然後台灣未來在全球世界應該 看你怎樣的角色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架構 我們在講說這是全世界重新發現台灣的存在 發現台灣的重要性 所以的確世界各國的這個議員 或是我想政要都會來關心台灣在這個部分 未來在氣候轉型或能源轉型上面 重要的一些發展 好 我們下一位就請到那個 青年氣候聯盟的韓偉 來 韓偉 好 謝謝 現在非常感謝台大風險中心這次的邀請 然後大家好 我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理事長張韓偉 那作為在這次記者會裡面的唯一的女性代表 以及公民的團體的代表 我有一些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今年我也是跟五位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夥伴 我們一起參加了在英國和阿蘇格局 發生了這個重要的口河使用會議 那我們今天 我今天會希望從青年的角度跟大家談談 我們在這個會議裡面的觀察 以及可能伴隨著一些的建議 所以可以很 這一次可以也很明顯的在現場感受到的事情是 COPE-26 它是把全球升溫控制在1.5度裡面 作為最重要的一個基礎的共識目標 所以2050年雖然它並沒有 就像剛剛幾位老師講的 它並不是直接在GP裡面 成為了一定要路把的一個關鍵 可是它其實已經是全球氣候變成政策的一個 共同的了解跟基礎了 然後當然更不用講公民團體的在現場氣勢就是 對就是要1.5度C 那所以像比如說應該要在今年要講出來的NDC 就是我們國家自訂的公標NDC 它是不是各個國家它交出來的這樣子的報告 有沒有達到1.5度C 也變成是現在所有公民團體在審視報告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角度 那所以但就是必須也說就是很厲害 目前各個國家交出來的NDC 並沒有達成1.5度C的這個目標 那但是呢就即使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認為其實台灣不管法的修法 是勢在必行的 當然就是我們也很肯定 台灣政府現在已經有提出 有關於氣候變遷因應法這樣子的草案 但是我們認為就是即使提出草案裡面 也還有一些就是我們覺得有可以加強的地方 那等一下也會再跟大家談 那所以回到我們剛剛講的1.5度C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儘快讓2050進入看牌目標 它是正式號在我們的法律裡面的 那而且我們也跟剛剛說的 剛剛好幾位老師所說 一樣就是我們應該要至少跟上 格拉斯哥的這次的決議裡面所提到 那麼我們也把2030年前的看牌棒 應該要比2010年的牌棒 要減少4000% 所以這個目標我們也是非常認同 它是應該要放在我們接下來的保育裡面 那這一份再來就是這一次的決議裡面 還也是第一次提到化石燃料的就是決議 那其實剛剛也各位就是專家老師也都有提過 所以以今年的角度呢 我們在現場看我們也覺得說台灣 它是台灣接下來必須面對這個現象 而且應該要盡速安排化石能量的退廠機制 然後去檢視我們現在面前的化石能量 我們貼的政策 並且去盡速的進行修改 那另外我剛剛有提到就是關於 氣候面前應用法的草案的互動 我覺得有一些可以要加強的元素 然後這一次我們在扣核水用 我們看到會議的結論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就是這些東西都是有互相呼應的 比如說台灣其實現在還沒有一個 有五個台灣前進的具體的進行路徑圖 這剛剛也有很多老師有提到 那另外我們也覺得就是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路徑圖它的相關配套的措施的透明度 其實也很重要 要怎麼樣去讓民眾了解 現在這個路徑圖會怎麼走 以及相關的就是做法到底會怎麼樣去執行 這些其實都是對大眾溝通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當然就是但不管就是剛剛有提到 因為有article 6的部分 那看配接下來要如何設定 也是會是不只是青年以及未來我相信也是各個產業企業所貫注的目標 那除此之外我們其實從青年的角度來看 我們也會因為我們其實過去常常在聯合國旗號標高公園裡面 下面的一個青年的公主社群央狗裡面去做很多的參與 那也在這個在這樣子的參與裡面我們獲得了很多不同國家青年的想法跟意見 所以我們有一個共識是我們其實非常希望去強化氣候政策裡面 調適及能力建構的元素 而且要在修法過程中去確保氣候政策 那提供包含青年、婦女以及多元性別 勞工、研究機構、地方政府和城市、地方城 原住民、農民、工商團體以及環境保護團體 這些等等的利害關係人 所以我們其實有非常多的利害關係人 它是牽涉在這個氣候變遷政策裡面的 那我們在未來的法律裡面是不是也可以透過立法去保障 這些利害關係人他們要參與氣候政策置領的機制 以及相關的權利 那另外因為是青年嘛 所以我也非常關心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認為氣候教育應該要成為未來氣候政策的主流之一 那去協助更多台灣公務 從即時、從小開始就去了解氣候變遷 會對自己帶來的影響 也更方便 其實它也會更便於接下來未來氣候政策的主持 要如何落實在台灣 那有什麼大家是不是可以有 會不會有更高的意願去配合相關的氣候變遷政策 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監控 那當然也更不用講說我們現在也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資源 在現階段就投入到科學研究裡面 讓我們的政策是有所謂的 那最後我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們今年在11月5號 德拉斯哥其實有舉辦一個有青年發行的氣候大遊行 這個氣候大遊行它是全球新的 所以它有超過1萬元參加 那裡面也可以看到 雖然它辦理時間是禮拜五 可是有非常多的學生是真的穿著制服到現場 然後一起高喊著氣候爭議 那我們也是要在這個 雖然台灣其實有台灣青年教育 我們舉辦了兩次氣候游行 但是我們想就是我們也可能也還沒有辦法 就是這麼的大談在禮拜五 然後辦理 讓很多的青年來參加 甚至是要學生來參加 我們還是辦在禮拜六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我們想未來可能會是可以努力的目標之一 那但是就是這對前提就是我剛才講的 氣候教育它是不是會變成未來的主流 然後讓更多的學生更多的家長可以去思考 然後去支持氣候面前政策的改變 氣候系統的改變 那最後我還是要再跟大家強調 我們認為氣候正義、性別平等、人權、氣候陪幣 它是不應該在氣候政策制定中被複視的 謝謝大家 謝謝韓偉 我想我們這一次可以看到 其實有不同的項目的建議 那各位其實都可以了解 其實這些不同項目 其實這麼多項目範疇的建議 其實都是長年以來 臺灣我們的政府本來就應該驅動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企業本來就應該驅動 那我覺得就是說 對大家最直接的現在當然就是氣候災害 這個真實的都在發生 真實的都在發生 這個北美的高溫 那四月德州的這個極力寒流 然後七月八月這個地中海 七大第二大島燃燒 這個熱浪 熱旋 這個到北美也到了西中海 歐洲地中海 那當然對臺灣這幾年的氣候災害也一直在呈現 所以剛剛有幾位發言人 發言者都有提到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除了檢台之外 還有調適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現在對於臺灣的企業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其實也希望我們企業朋友 也能夠加速進行 因為現在企業除了全世界在規範這個ESG之外 各位知道 歐盟已經提出了這一個永續分類的標準 在ESG裡面 現在正在提S 就是社會永續的分類標準 所以這個ESG其實已經變成非常重要的 企業在國際的一個準則 那再來就TCFD 氣候相關財務節奏報告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富邦在六月已經提出國內第一份TCFD 那台積電在九月 九月十六提出了另外一份 然後另外當然就是各位知道這個 碳關稅的問題 不只這個歐盟 美國 日本 台灣現在的西歐邊境英法第27條 也提出相關的碳關費 碳關費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的這個碳交易市場 所以這幾個伴手其實 逼得台灣的產業其實要跑得非常快 那我再講一次 過去的時制現在要加速 其實台灣必須要提出戰略型的策略 那我們中心的聲明稿 如果各位可以再幫我們延伸 我們中心聲明稿提出幾點 我就簡單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民間企業要跟進 國際的進營轉型趨勢 成立聯盟 互助合作 那當然企業要資金內部的探定價 這個是貨在美睫 然後金融部門要加速投入相關的 綠色基礎建設 然後TCFD 剛剛相關的期貨財經濟報告 我想這個企業一定會面對 那另外一個是台灣的中小企業 在面臨這個進營轉型這個部分 到底怎麼樣來進行策略聯盟 跟大廠跟全球供應鏈 跟政府相關輔導 我覺得這些機制都要進去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部分就確立進營碳排路徑 各部門同時減冷減碳 我想我們過去台灣這兩三年 在談相關的建牌 比較多都放在電力的部分 所以比較能源局跟環保署比較辛苦 那我們知道這個電力或是說製造業 佔2018佔台灣碳排的52% 所以我們幾乎還有一半是在 運輸 住商 建築 服務這些部門 所以這個整個進營碳排應該是各個部門 包括農業 都應該要提出清楚的路徑 我想這個進營工作室應該會把這個 可是我要呼籲的是說 進營絕對不會只有綠燈的問題而已 絕對不會只有農營問題 它是一個全盤性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我們國內在這個部分 這個跨部會的運作機制非常的重要 現在還沒有看出來太多 第三個當然就是大家提的 這個國際同步提出2030的這個建範的一個策略 那我想這個壓力非常大 大家剛剛都看到 第四個就是剛剛徐老師也提到 這個政府應該調整氣候 氣候治理組織 修訂金領總裁法律政策 那我們的主張氣候變遷因應法裡面 應該還是要加入這個專家諮詢的 這個獨立的專家諮詢的這個氣候變遷委員會 因為我們看到全世界這麼多 比較成功能源轉型的國家 包括英國 包括德國 真的歐洲非常多的國家 都有相關的這個氣候變遷委員會 來做一個諮詢的一個機構 那這個這個部分 我們在目前的氣候變遷因應反編 並沒有看到 然後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建議要成立氣候會報 其實來取代行政院永續會 那大家知道 比行政院永續會其實是20年前的產物 現在是一個氣候的一個治理的一個時代 當然行政院永續會有一定的功能 可是它涉及的絕對不是只有氣候的問題 它還有很多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類似擬定 像科技會報這樣的一個氣候會報的一個機制 那第五點就是碳定價跟碳廢既是兼型 我們現在當然肯定現在的 修變遷因應把第26塔 提出相關的碳廢的措施 那碳定價的價格到底要怎麼定 現在我想需要各界來談 那更重要的是我想我們這幾位老師 包括我們跟深浪這邊 我們都在建議是說 除了碳廢之外 未來應該有相關能源稅或碳稅的日出條款 這個是要整體可以討論 因為只有到能源稅或是碳稅的部分 我們才能夠在公正轉型裡面 有公正轉型相關的資金 相關的財務 來進行社會的重登費 所以剛剛函恩偉提到的這個氣候爭議 對勞工 對於相關的環境的脆弱者 或是對於尤其是青年時代 這個部分怎麼樣透過公正轉型的資金 來進行 所以碳稅是失敗 必須是要一個規劃性的日出條款 那我剛剛講 我們在加速這個進行的時候 不可能一下全部都翻出來 可是這必須是要10年的一個目標 怎麼樣來達現 然後再來是擬定綠色基礎建設產業 這個第六點就是說 相關的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都在修法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對相關的這個 綠色基礎建設法案如何來回應整個氣候治理 相關的預算跟相關的法案 像美國提出了1.2 兩檔1.2兆的法案跟3.5兆的這個建設法案 這個是對於相關未來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氣候轉型 相關的基礎建設 包括智慧電網 包括儲能 包括整個 整個相關的社會的氣候服務這個部分 怎麼樣重新去建設 我覺得這個國內也必須要重新來檢討 那第七點就是評估社會經濟轉型風險 那當然這個要跟企業來並行 現在台灣的企業在這個轉型過程裡面 有機會 像剛剛這個申浩委員講的 我們覺得有機會 它不會只是一個負面的 它也會有衝擊 那在衝擊跟轉型裡面怎麼創造機會 我想台灣的企業非常靈活 那這個地方其實大家可以共同來設計 然後另外第八點就是靜營轉型 影響利害關係能 確保公正轉型 我想這個剛剛 我剛剛的行為這邊也談得非常清楚 公正轉型絕對不會只是一個 社會衝擊要受保障 最後如今要走 公正轉型也包含從長期會 以台灣的社會創新跟全世界的接軌 我們這個怎麼把這個量轉向一個比較 這個所創新的 而且能夠重新社會再分配 重新社會的轉型 這個台灣社會經濟體格的轉型 非常非常重要 最後一點 第九點 就是整個轉型的過程 包括現在的修法 包括靜營探牌的這個路徑 我想都需要跟各界 跟這個利害關係人 跟青年世代來溝通 那青年世代應該也有權利 加入整個這個決策的過程 那我想包括國際上都非常看到 這個都非常重要的一個 整個在社會轉型的一個發展過程 很重要的一個路徑 那我再講一次 我們台灣過去我們在講的 關於東西我們就在講的 過去的核色經濟就是低水價 低電價 這個低的油價 低的勞動價格 甚至部分的這個環境補貼 這個的確是創造台灣過去的經濟期值 但是在全世界這麼急速轉型以下 這些其實已經變成台灣轉型的半腳石 所以這些必須要整個重新檢討 那大家必須要提出一個策略性的轉型 我想我們過去的調查 民眾對於至少是說電價的上漲 上漲三分之一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這個我們都有過去的調查基礎 那這個怎麼做一個好的設計 讓台灣的社會經濟的體質 真的在這樣的一個靜營 現在不只貪低碳 在這樣一個靜營的一個 靜營的一個社會經濟的轉型過程裡面 我們的確可以跟上 而且我們可以在全世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一直都希望是說 未來我們的總統可不可以像文在寅這樣 在上個月帶了20幾名的韓國的年輕人 到聯合國來發表演說 我想我們台灣下一個時代的年輕人 應該來創造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機會 好 那我們的發言就到這邊